科学家证明 水不但看得懂文字 还看得懂图像 这是科学家在给水观看海豚的照片 它的结晶是这样的 这是观看樱花照片之后的结晶 这是观看莲花之后的结晶 这是观看绣球花的结晶 结晶的中间竟然出现了一朵 一模一样的绣球花 再给水看大象的照片 水的结晶里真的出现了大象 这是大象的长鼻子 再给水看烟花的照片 水的结晶中竟然出现了五彩缤纷的烟花图像 这是给水看教堂的照片 相当的圣洁美好 这是给水看日本的寺庙 它的结晶出现了寺庙的屋顶 还出现了屋檐下的柱连绳 画一个新的形状给水看 水就出现像心一样的结晶 人心的力量如此强大 可以和谐一个世界 也可以毁灭一个世界 在这项科学实验的影响下 许多人开始进行另一项实验 就是用感恩和祝福的信念 来改变周围环境的分子结构 来改变周围的物质结构 2003年7月25号 江本胜博士将一瓶东京的自来水 放在办公桌上 并且拍摄下来他的结晶状况 可以说非常的丑陋和扭曲 然后打电话给几千公里之外的 两百多人 试验开始 这些人于是对着东京的方向 以爱和感恩这样最美好的信念 为几千公里之外的这瓶水祝福 结果原来惨不忍睹的这瓶东京自来水 竟然完全改变了结晶的形状 变成了这副样子 人类伟大的爱心 不但可以超越时间 还可以超越空间 这个实验报告在联合国放映时 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天地万物是能够和谐相处的 前提一定是人心要改变 只要人心变得美好善良 人类恢复伦理道德 人们坚信一切灾难和不幸都能化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